小時公益種的湯匙菜 效品都是這樣 一瓶一瓶 到底是什麼湯匙 要怎麼處理 要有的部分 在葉子館長 當然一瓶一瓶 湯匙吃 這大概沒什麼意外 目前看起來應該就是這個黃條葉棗 這個黑骨挑了 這個黑骨跑不掉的 這個稍微去 這個大概我們十字花科的一個比心滿 比十字花科 所以有我們這裡的這個 反正大概就是油菜白菜 甚至所有的這些菜大概就逃不掉 這通常是有 應該就是這個黃條葉棗 我們說的叫做黑骨挑了 黑骨挑了 因為這個如果是在溫度比較高的時間 稍微打算一下 他就跪了 所以看看應該就看到他會去 他會去吃 這有時候他在肚子底 不是說他的這個蟲子這樣點點 甚至腰好之後 這一點腰好可能都去咬 反正這個部分就還蠻嚴重的 所以一般來說 這種蟲在了咬空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有那個空水 有那個空水很容易去産生 這個細菌性的感染 所以最簡單就是說 你如果是一直種這個 並說你一直種十字花科的一個菜 你一直種十字花科 稍微一般水稍微換一下 因為這對十字花科特別嚴重 所以我們稍微換一下 並說種一個大陸妹 種一個興菜 或是種一個白鸚 稍微換一下就比較不會吃辣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稍微換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種一整整 要種一整整的 可以幫他堵水 這堵兩天 當然是可以堵多久 是多久 最起碼四十八點鐘 稍微堵 在堵的時候 最好是咬油下去堵 譬如說我們 有時候還沒辦法四十八點鐘 因為很多我們種水菜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就是水菜 我們很難 他都比較理水的這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你說要把他堵水 堵四十八點鐘 有一點這個困難 那水要補很多 那錢真的多 所以如果沒辦法說 堵料很辛苦 最起碼 最起碼 我們就是說 可以這個 白鸚和阿爸丁 這個阿爸丁大概就是用 差不多這個 正常來說好像兩千杯 然後你用這個白鸚 白鸚抓肉 或是拿來拿去 水就會稍微堵一下 這樣起來 有可能這個效果會 會好一點點 很多 很多我們好朋友就是說 之前就是採收刷 採收刷有一個人有一個習慣 其實這是一個好習慣 例如說你採收刷之後 我們就先把這個 藏的 對後面 就是說 把這些有的太小的藏 沒辦法採收的 還是他會去噴噴 噴這個白鸚 為什麼要噴白鸚 因為 給他 可以鑽牆 噴到我們的草皮 這個黑骨 就不會在管頂繁殖 現在沒有那個東西可以用 已經是禁掉了 禁掉就禁掉了 這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所以 很多人會搞不懂 很多人會說 奇怪 為什麼你的反彈 這麼大的東西 也不是沒有替代品 也不是 但是你要是純粹殺草 這個光靈來說 到目前為止 過殺草當然是 含有類似 但是他真的是 沒辦法完全 完全把他替代 所以 為什麼很多人 尤其你看 這些反彈比較大的 都是種 這些種水柴的人 反彈會特別大 因為 確信 對他們操縱 多些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arle 這個是也必須注意一個重點 這個大概是這樣 涼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四口冷回去 裡面說 我們要靈的 Reason 你可能從彈七款 山菜 可以算urst�鋼魚 gö完成 這個效果 確實是有一定的效果 我們也是可以減少 excuse 大概是這樣操作的方式 油稍稍噴噴 這個 closely 油當然是太多 但是 這些東西只有煮油不是斑斷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個處理 提早可以先來把這種處理好處 大概可以和朋友先做一個了解 大致上是這樣的情形 這提供給你很參考 這應該是黃條葉棗 黃條葉棗 黃條葉棗用的油 豆是太多 有的說太多胖口 這其實效果很有限 所以譬如像我們用的達特南亞美培 這種布菲松 北丹 歐沙妹 這有時候就在土壞 你一定要在不同的油 不同的用藥 做一個論題 譬如說我們要使用北丹 還是用什麼 還是稍微論一下 不要說你不用去問 問說這個金粉 使用的就是 完全找的東西 在找沒有什麼特效藥 沒有那種特效藥 所以你要稍微知道 至少是這種情形 所以這可以給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這個藥 一般就是說其實還蠻多的 你稍微注意這個論題 所以大體上 用藥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很多藥 不是說 你不是說他對這個血紋葉稻叢有效 然後他對糖 也是對黃條葉藻 他也有效 這其實是有些東西 有的東西是重複的 所以你在用藥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一般來說 目前用最多就是賠單 賠單有的人會去放在頭殼 所以讓我們好朋友 就做一個了解 大體上是我們的情形 提供給你做參考